hello 了世紀 清清的歌星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伊索比亞人對上維京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來看一下這場比賽 出生點位10點從方向的NBL 選擇的文名是伊索比亞人 伊索比亞人的攻兵 射擊速度是遊戲裡面最快的 而且他的騎兵路線 比較特別的是駱駝的部分 只要點下銀罐 皇族血脈可以獲得對騎士 減3點傷害 這個傷害不如小補 讓他駱駝對抗騎士的時候 更有效果 雖然沒有三級馬卡還有品種 但是遇到騎士 點個皇族血脈 駱駝還是很坦的 那伊索比亞的步兵路線 都是正常的三攻三防 而且也有大槍兵 雖然沒有雙手劍兵 可以用 沒有這個劍友 但是有這個彎刀勇士 可以做取代 後期的扭力彈射器 要特別小心他的火炮 範圍非常廣 還有投實測的部分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維京人HART選擇的文明 維京人的特色是免費的手推測 這個輪軸技術 可以說是 這個四季立國裡面2 經濟最好的文明 因為免費的手推這個輪軸 省下來的時間 就可以多按村民 再加上這兩個技術 增級上技 經濟是好到一個不行 維京人雖然經濟好 但是他的騎兵路線 是比較悲劇的 沒有品種跟蹤技術 所以只能稍微觸一下 但是在特定的情況下 還是要多出一點 那維京人他的強武 比較特別是有 金掛狂暴戰士幫 這個能力可以讓強武的傷害 多加一點 後期的劍兵勇士 血量可以高達84點 不用點任何科技 亞美尼亞人 點金罐可以高達100滴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兩邊的地形 那地形方面 目前看到HART 這邊是有一塊黃金在下面 上面有一塊黃金 兩個黃金的位置都還行 下面這個很OK 下面這個就有點尷尬 前方再補一個城堡可能就還好 但是問題是這裡補TC的話 又很容易被壓制住 所以這一點HART要怎麼防守 這塊黃金 是一個一大課題 來看一下MBL這邊 這邊黃金位置 兩個都靠左邊 這就很不錯了 而且黃金還在裡面 這邊甚至只要小微 黃金就可以守住了 這裡有點天土 要是他是什麼西班牙的話 直層上去就很舒服了 好那HART這邊 好家裡的部分 看起來也差不多 石頭部分也OK 那墓區的部分 是比較糟糕的是 只有三片厚的墓區 那接下來的墓區 右邊都是空的 不然就是要到最左下角了 所以這個墓區的兩邊都是同樣的問題 都是三大墓區 三大墓區 都是有一片空曠地區 這個地圖相對平衡 相對平衡 相對平衡 好那MBL這裡沒有打算要 超級小微 而是要大微手果子 好有更多的腹地 要補建築物防守 都會比較有餘力一點 OK那圍的時間很早 可以看到MBL這邊 8分半左右的時間 快要把增給圍好 這裡再拉個一存來蓋 8分半以內一定可以圍好 左邊這裡要稍微圍一下才行 MBL居然是走了棒棒開局啊 三棒棒早就已經到對手家裡 繞啊繞 然後家裡趕快圍死 那很有可能 MBL這邊就是要黑跳城了 可以看到這邊MBL 村民還在按 因為他是天圖開局的關係 所以遇到天圖時候 會想要黑跳城的心情 就會比較多一點 那這裡是以前 世紀帝國玩家的老概念 地圖好才是黑跳城 地圖差就是黑跳樓 那看起來MBL這把是跳不下去了 只會跳上去 跳不下去了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圍巾人 這邊是工兵開局 工兵開局的話 開局雖然慢了一點 但是破牆能力很好啊 應該可以試到裡面蓋牆的村民們 所以工兵開是最佳的正確選擇 HART已經看到對方不交流 工兵過來 先來抓一下 稍微打一下 要來支援一下洛馬 這個牆給打破才行 好這裡又補了一個房子 好重新再打一下 房子繼續打工兵過來 直接把工兵集點是在前面嗎 黃金想挖 但是沒有弓箭手 阻止棒棒 MBL升到了封建時代 這邊是再按個兩村 好再按一村喔 要加三了 再來有點困難 好拉過來 兩隻棒棒 三隻棒棒 小心 好敲一下 直接夾死 這個夾死啊 漂亮了 MBL 夾的是真的好 真的好 好這裡再繼續補農田 MBL 還沒有升級 這裡補到了加四啊 村民安到了三十二村 好家裡補了一堆東西 終於把正義給圍好 這裡再補個房子 就沒問題了 好現在MBL 防守上去OK 棒棒雖然送掉了一隻 但還有兩隻還在尻 家裡這個防守一定是沒問題了 通常啊 頂尖高手們 這種防守 對他們來說是小case 所以基本上是不用看這裡 終於是這兩個棒棒 能不能做到更多事情 我根本剛講完就做到了 MBL 有點厲害 這兩個棒棒 好狂 好沒想到三棒棒賺兩村 這個是血賺不虧 而且還黑跳層上去成功了 那這邊一索比亞只要出幾隻騎士 就可以把HART這邊的部隊 全部驅趕回去 甚至還有這個主動權 直接攻兵轉騎士 非常狠 二級色奴兵騎士出來 直接黃金兵打在你臉上 你還在封建時代 你城堡時代還有一分半 到你家的時候 你還要等一分半 你怎麼辦 危機人這邊很尷尬 這裡只能趕快用城鎮中心防守 志願點可能也守不下來 這邊可能要圍到牆 把這個房子補一條 好放棄黃金 至少這裡木需要守住 這裡還有黃金可以挖 好衝過來了 但是HART來不及補劍塔 會被射穿 射穿機率很高 要看一下防守 騎士進來看一下狀況 好看到了 哎喲你在補劍塔 但是這個劍塔好像來得及 NBL並沒有想要直接衝進去射穿 這裡毛病數量有點多 而且有一擊的弓兵鎧甲 稍微有點坦度 所以不太敢直接進去了 好 危機人HART這邊守得不錯 騎士的部分也被逼回去 戰毛兵二級射趕快點了 戰毛兵趕快升 好那這一波就能擋下來 我們要幫我補修道院呢 好馬上講完就補了嗎 哎喲取消 好看來他覺得NBL騎士並不是那麼的多 好所以修道院不補 好不補 穩穩的 穩穩的 好右邊的三隻騎士還在嘍 點下了城鎮六望 城鎮六望 城鎮兩望點下 點下了一擊伐木 OK一擊伐木跟城鎮兩望都點下了 這樣子視野就會好很多 就不會這麼黑漫漫的一片了 OK那現在 左邊有小小動靜 修道院居然蓋在了野外這個地方 難道是要鬼轉生頭嗎 鬼經人的經濟很好是沒錯 但是這裡時代落後上又要先去生頭 這... 這個是生頭屋欸 OK鬼經人生頭前壓 那鬼經人的生旅呢是比較弱一點的 沒有救贖思想 也沒有神聖思想 後面關鍵的神權政治跟騎士思想也沒有 所以在城堡時代的生流就不是那麼的強了 好這波果然射過來 後面的墓區爆開 被抓了有點多村 MBL這波領先10隻村民 所以經濟上還是維索比亞領先 好但這波戰寶兵來了很多 家裡要不要補個工程器製造所防守呢 還是3TC開農不理他 都是可以考慮的 好往右走 好投車拍一下 風神器在這邊 三隻生旅要小心 投石車兩台 現在這個房子很難蓋好 投車拍一下 要注意喔 這一波可能會一波帶走 投車數量有點多 還好MBL也來兩台 後面的部隊在等著 哇靠這一波精彩了 這邊四台下面 這邊有四台 上面兩台下面兩台 哈特發現自己已經被投車包圍了 直接個預判 WTF 直接半血 聰明 你的聰明去哪了 聰明沒有去蓋哨戰 阿倫呢 直接蓋完原地返回是不是 哇直接拍到了 跟MBL打投車 可怕了 MBL可是玩投車玩出名的啊 好投車硬拍 哇果然 拍到了但是村民倒了一隻 好投車修起來 後面的投車沒有動機 哈特這邊有點尷尬 生旅不能點475 就屬思想 防守投石車 就只能用投車互換了 不然就只能用騎士了 哈特這邊也開始在補了 補弓兵 投車拍一下想要砸弓箭手 但是弓箭手躲過了一發 第二發躲掉 投車砸了一發高打地打掉 這裡預判成功 但是低打高殘血剩4滴活了下來 結果這邊又高打地又換掉了一台 最後一發拍下去兩邊互換 有成功嗎 哇 最後一滴7滴血活了下來 這一波MBL 我覺得不虧 但是這一個戰毛兵貼上來打 就虧了 虧了虧了虧了 開始虧了 這裡用移動攻擊 就不會把全部的戰毛傷害 打在同一隻的弓兵身上 一次投就可以投兩隻 甚至三隻都可以 這就是操作兵力的一個小技巧 那接下來 HOT是3TC也在弄 那聰明術目前沒有領先 MBL87吋領先當初 還可以再更多一點 那現在HOT經濟落後 村民術也落後 而且伊索比亞人這裡已經有所推測了 MBL4TC無情開農 既然你維京機技好 那我的經濟就再比你更好 那就沒問題了 好 投資車直接被砍掉 帝王時代還有 2分半左右的時間 彈道學還有30秒左右 接下來要思考的事情是 MBL 要怎麼打贏 維京人的後期 維京人的後期 雖然很簡單 只要控制住對方的強奴就好 但是如果他經濟太好的話 維京狂戰士跟劍兵有事 伊索比亞人 用弓兵是能解決得住的 那維京人這邊的話 可能就是要轉工程器 投車或弩炮去壓制弓兵了 因為維京人的戰矛是正常的三攻三防 稍微擋住應該是沒什麼太大問題 問題是效率的問題 好 那接下來 二級色 點了 那接下來 帝王時代三級色 文化學應該會第一時間補 那現在缺肉缺很多 這種先上帝王的做法 雖然能上帝王沒錯 但是往往沒有辦法馬上點下 應該要點的科技 好 這一波走進來 那這次改版呢 強奴的價格 有下修一點點 以前更貴一些 這次改版明顯有差一點點 好 那現在三級色點一下 工兵走進來 繼續打 點掉了一村 兩村有機會嗎 三隻彎刀衝進來 六隻彎刀 六隻彎刀進來 開始砍戰毛兵 戰毛兵一直一直的倒下 哇靠哇靠哇靠 戰毛全死掉了 彎刀傷害極高 好 那現在家裡的部分 也能守得住 重點是後期 後期 好 如果MBL轉彎刀的話 維劍人這邊可以選擇的路徑 就有大肉馬 跟強奴 還有 維劍人沒有大肉馬 講錯 維劍人這邊是 劍兵勇士 可能要作為主力 或是維京狂戰士 那 伊索比亞人這邊 則是有大肉馬的優勢 所以 待會不出彎刀 還可以做一個 騎兵轉型 那兩邊不管怎麼說 都可能還是要成為 工兵作為主力 會比較好 伊索比亞這邊 更要是走工兵 會比較OK 好 那但是這裡沒有打算 要走工兵的樣子 走彎刀勇士 彎刀 能為MPL帶來笑容嗎 好 這一波又被抓了個幾村 中間直接炸開 哈特這邊 時代領先 中間補了一根城堡 結果彎刀這邊 口制開 開領便當 好 便當領到一半 突然不想領了 走了 好 那現在 投石車點下了MPL 中口 沒有想到 危機人沒有先轉投車 反而是MPL 選擇了投車路線 那大家再點下 扭力彈車下去 喔 這個投石車的 範圍喔 非常非常的廣喔 大學跟三弓 反甲 都點好了 那接下來 強弩 還有30秒的時間 火車 灑光 好 化學點下了 現在 翻到總是 19隻 抓到挖野精的村民 哈特這邊有點小虧 還好 投石車 炸一發 炸到頭上了 這波很賺 強弩升級好 投石車往前 那現在 扭力彈射器要升級 還需要一段路 原料 1,15 600黃金喔 這個科技很貴喔 但是能點出來 對MPL來說 壓力減輕很多 還是化學先好 我們先轉個火炮呢 火炮狗出來 然後黃金 食物點上去 扭力彈射器 我覺得這路線 可能更加適合 果不其然 點下了火炮 火炮趕快點 原來投石車 畢竟還是 比較近一點 這裡點下了二攻 彎道王是 首刃城鎮中心 直接手撕掉了 下面的城鎮中心 守不住 拉了一些強弩過來 看一下情況 正面的強弩來了 危機人 這時候要轉型 會比較好 最好是轉個馬 看一下對方在搞什麼鬼喔 先轉個輕騎兵也好 不一定要點重裝騎士 馬凱可以先點上去 如果看到對方在搞事的話 再搞個什麼 屯兵工程器之類的 就可以確定走騎兵線 如果對方是走步兵路線的話 看到一堆軍銀 或者是彎道一直在按 就要考慮要趕快 纏一些 劍兵有勢擋下 或是強弩塑料 再更穩定一點 這就是 維京跟 伊索比亞後期的 對局處理喔 因為現在維京人 沒有出馬的關係 而且沒有像 伊索比亞用上 彎道勇士 移動速度很快 可以去快速偵查 對手到底在幹嘛 所以現在要憑感覺 去知道對方在幹嘛 是一件很 很有壓力的事情 好 那現在 彎道直衝後面 強弩直接往後拉 除不其然 強弩打彎刀 很好用 但是彎刀打巨頭 更好用 隨便砍個幾刀 巨頭就被砍光 ok 這一波彎刀衝過來 抓掉了幾隻強弩 跟三臺巨頭 MBL這一波爆轉 爆轉 MBL這邊工兵 三級射 還沒有點 好 戰毛兵 防守路線 不走不攻兵 那關鍵的牛力彈射器 也還沒有點 很少看到 伊索比亞人 不走 奴兵路線 而是走彎刀打 攻兵路線的 迴金人 好 迴金人這邊 看到這麼多的彎刀 強弩現在按一些 但是依舊沒有正面部隊 好 復兵路線 還沒有提升 迴金狂戰士也沒登場 繼續偷司機趕快按 好 等一下狂暴戰士幫了 這樣強弩傷害就更優秀一些 不行 好 MBL 點下了拇指環 三攻 弓兵皮夾 火炮打一炮 就彎刀勇士先點下了皇族血脈 皇族血脈點下了 那重點是 你的扭力彈射器呢 該彈一下了吧 現在不彈 何時彈呢 好 下方的黃金框 重新開起來 維金人 存名書已經來到136吋 MBL走了150吋戰術 現在有147吋 點下了工程工程師 那 果然之後 帶回工程就會比較輕鬆一點 好 維金人果然開始轉馬了 這裡一定要先轉個馬 轉馬比較好抓工程器 因為伊索比亞人轉工程器 就算維金的馬再爛 還是得出 還是得出 只要有馬的話 維金人待會應付這些 戰毛兵阿 火炮阿 巨頭 壓力就會小很多 那走劍兵有事也是一樣的道理 但是 抓工程器的效果 可能會稍微差一點 很有可能被擋下來 好 這一波 強路躲過來 操擾 抓掉了一些村民 右邊的劍塔往前插 MBL 正面的彎道羅斯往前衝鋒 死了一堆人 投石車砸到 具體的投石機開始往前 彎道只會往前 沒有打算往其他地方走 彎道羅斯要摸到巨頭了嗎 但是來不及摸到 就被強弩射光 這一波MBL 虧了 不好打 好 正面的強弩還在殺了喔 還在進攻 一攻點下 好 戰毛兵開丟 二姐媽海也點了 強奴戰毛兵 海帶輸出 好 投石車要小心喔 要被抓一下了嗎 哎呀 拿下 彎道羅斯上前收光 漂亮了 這一波 兩邊打的有來有往 好 彎道羅斯解掉了上方的強弩問題 好 青騎兵要登場了 那維京人這邊農艇要再補一些喔 臭米素也太少 資源庫存這樣是不行的 以打到後期的規模 關這個潘科技的情況下來看 這個經濟很快就被炸乾了 很快就是一波 他衝過來 就直接給你一拳打到底了 MBL這邊經濟還有這些資源庫存 大方要點牛力彈射器 或者是要繼續走轉型走大陸馬 也是ok的 好 村民多一點 還是比較安心喔 好 火炮打一炮 沒打到強弩 這裡肉馬開始過來騷擾囉 好 先過來偵查一下 看到頭死車免費的把費 頭車砸了一下 但是哈特好像沒看到 往裡面走 但是砸到自己的村民MBL有點痛 好 點一下牛力彈射器了 好 直接走到最深處 這裡工程器要小心不要被看到 被看到了 哈特趕快拉了5隻肉馬 來吃掉頭死車 好 哲民要上了 看到這一波 正面彎道往前 牛力彈射器已經是研發好 好 那火炮怎麼打是重點 結果火炮直接被肉馬貼了上來 回頭打了一炮 打倒了4隻強弩 但是戰毛兵全部都在打後方的輕奇兵 這一波所有的火力注意力 都被輕奇兵給影響到了 但是後面城堡順利工程成功 正面的兩台巨頭能夠反擊火炮回去嗎 好像來不及點 正面的強弩擋這些彎道是擋到頭破血流 趕快按趕快 肉馬再繼續短一點 這個火炮有機會 nice 一刀拿下 MBL家裡的問題 用彎道往事終於鎖住了 現在沒有問題了 肉馬沒有在騷擾 現在田不夠多4個問題 哈特現在點下了3攻 城堡已掉 強弩往前走 哦 完蛋被開始刮到了 強弩被刮很痛 哇 他的血量只有40滴 彎刀兩刀就可以砍死一隻了嗎 看一下22點傷害 強弩兩點 吐了 就意味著強弩只要刮兩下 就可以抓掉一隻 刮兩下抓一隻強弩 那MBL 這邊優勢非常巨大 哈特三攻點完 巨型托斯基架起來 先打後面的攻城 肉馬往前 要小心 好 這裡兩個射箭艙也要掉了 現在火炮 機動能力還是比較好 MBL 加只要手術工程器 哈特這邊則是要突破防線才行 那我個人認為這邊還是勢必得轉劍勇 你不轉劍勇的話 側面突破太困難 彎道弩是 你沒有辦法直接靠肉馬擰過去 還是要搭配強弩 那強弩一往前 後面的火炮就可以打到 那強弩就打到 好 那後面工程器果然只摸掉了一台 但是後面火炮已經打爆了一大堆的強弩 這就是不轉劍勇的正面問題 肉馬可以解決一陣子的問題 但是沒有辦法解決一輩子 完蛋了 現在正面 彈不住 彎道一直推 現在只有彎道全部倒光 肉馬才可以做成 比較能做到事情 當然這個肉馬連戰毛病的傷害都擋不住 沒有三級馬鎧 就是這麼的麻煩 維基人點下了三級的弓兵鎧甲 這個雪球 看來是要讓MBL可以滾起來了 MBL現在打得很小心翼翼 現在多線騷擾 清奇兵還是抓到了一些村民 防護劍塔 可以讓村民有地方躲 但是肉馬一直往這邊補 還不錯 抓了蠻多村民 但是正面的部分 目前用肉馬是有辦法的嗎 感覺是拼困難 彎道也是一個回拉 開始防守清奇兵 這波清奇兵上來 一下都沒摸到直接被刮光 維基的馬瞬間被彎道給刮爛了 又損失了大約八百多肉 十隻馬就八百肉了 那不如把這個科技拿去判一下 尾晶狂戰士 或者是判這個 劍兵勇士 我覺得CP值都比較高一點 正面突破的話 還是靠步兵會比較好 那現在四級的價格看一下 現在四級只能賣22塊 可以了 NBL的雪球已經滾起來了 五千多的資源 HART這邊則是人口一直沒有滿 雖然有人口 但是沒資源 這個是剛剛村民的庫存 這個資源庫存太少 通常打完一波之後 要續第二波就沒什麼資源了 但是這一波很關鍵 來看一下NBL怎麼守 火炮先打一下後面 把一堆火炮打 強度打掉 打倒七隻 火車拍了一下 沒有拍到 第二下再往前拍 差一點就拍到 但是火車還沒有爆 但正面的部隊肉馬 已經被彎道龍師全部刮爛 後面的彎道龍師要趕快回救一下 火炮直接被抓掉了一台 但是維基人依舊擋不住 後方的兩台巨頭的攻勢 這一波戰卯配彎道 好精彩喔精彩 沒想到伊索比亞氣不攻兵 也可以打得這麼精彩的 不過重點還是圍繞在這個扭力彈射器 工程器的方面 如果NBL不出工程器的話 可能效果就沒這麼好 HART這裡覺得轉型不及 我還是先穩定強弩的數量 先可以壓制彎道 好 正面部分就全靠洛馬的打擊 做造化了 這裡巨型托斯基偷拆右側的箭塔 NBL有看到嗎 可以在偷偷攻城 彎道 沒時間禮 清奇兵上前 守住這一波 好 這裡有一台巨頭 但是你正面打不贏 彎道勢必會衝進來 炸毛兵還在點後方的強弩 但是清奇兵直接上去 把炸毛兵全部砍到頭破血流 兩邊的交換 目前是NBL 是小賺的 HART又損失一台巨頭 實際有點血虧 好NBL損失炸毛兵比較多 結果正面直接刮爛 強弩直接倒光 但還好現在有三級的弓箭鎧甲 要刮三刀才能刮死一隻強弩 看到巨頭再賺了兩百斤 兩百斤 HART這邊賣了更多的資源 換了一些黃金回來 NBL則是賣了一千十五 換了兩百一十二塊黃金 好繼續出 但是這邊開始轉型了 轉大洛瑪了嗎 比索比亞大洛瑪準備出關 我大洛瑪之後為禁人 應該是完全招架不住 比索比亞人直接贏一個跟蹤技術 而且還有大洛瑪的血量升級 你光出清起病 是絕對打不移 以索比亞後期的洛瑪的 NBL這邊已經很清楚 知道後期該怎麼終結HART了 好洛瑪一出場 變之有沒有 但是好像不用洛瑪 這一波強弩倒光就要G了 換到我是在吃上錢 開死刮 有點拉不太開 彎刀跑得太快 根本就是走一步扛一刀 走一步扛一刀 完刀就是這麼的跑得快 哇哇哇哇哇 只剩下一隻強谷 HART的黃金部隊 也已經全部倒地 現在只能靠洛瑪處理生活 那看起來這個生活也很快 就沒有辦法自理了 這個還用戰狗模式 原地等投胎 直接刮爛 哇好強好強 完刀傷害就是猛 玻璃大砲 阿洛瑪二級馬凱 NBL洛瑪要出發了 好先血兵再過來 好看到了看到了 哇這個洛瑪過來 有點難打 哇 這個馬跑太慢了 完全被看在眼裡 ok這麼互丟 我一定不虧 是在NBL 是在 等贏了吧 好洛瑪一出來 好看到洛瑪了 HART打出了GG 我們恭喜NBL 拿下比賽的勝利 NBL最後出了 242隻的彎刀勇士 偽禁人出了174的強奴 最後兩兵部隊也是出了非常非常多 但沒有想到一手臂 不跟對方打不攻兵 也是優勢很大 直接出彎刀刮爛對手 也是一個很好的想法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下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見